现在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有这样子的机会 一起的再一次的坐在你的脚跟前 主啊来领受你的话语 主啊今天求你继续的在我们当中兴起你的宝座 帮助我们怎么样子的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 主啊无论我们是刚从工作放工回来 或者做任何的事情现在刚刚上网也好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安静下我们的心 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 主啊这样子的专心的来敬拜你来仰望你来赞美你 此时此刻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来带领着我们 让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是一个主啊带着你的恩典 主啊是有所看见有所被你的话语 所触动我们的心的一个学习 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圣灵 你来接着上帝的话语 啊这个马可福音来帮助我们来让我们更深刻的来 认识到耶稣你是怎样子的为神 我们感谢你把今天晚上的时间完全的掉脱仰望在你手里 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 谢谢大家我们一起继续开始我们的学习了 等下我的那个 还记得这个这个新约的地理吗 上个礼拜我重温了一下那个四个水域还有八个地方地区 八个区域今天晚上呢我们还要再看一看因为你越理解这个地理的话你会 会对耶稣的那个行动呢有一些的了解 基本上就是在这里还记得今天晚上看的那个八个区域呢就是这个 第一个呢就是加利利啊就是这个这个这块地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撒玛利亚 然后呢耶路撒冷 然后呢 所以你会看到呢在耶稣的生命当中呢早期的时间呢 他一般是在这个地带呢来啊啊啊服侍上帝的 然后呢他之后会慢慢到耶路撒冷去啊有时候还会回啊回到这里来 所以呢你越明白这个地理呢你越大概知道啊啊耶稣的行动到底走到哪里去 记得吗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了这个啊耶稣啊耶稣啊他的一天的生活到底是怎样子的啊 啊我们说到了啊这整本马可福音呢他其实一个主要的啊经文呢是这个经文啊啊啊 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这么说啊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俗家 这就是耶稣来到这世上的目的啊他是要服事人 而且呢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去作为俗家好让更多的人呢有这个福分呢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我们的所说的这位上帝呢他是关心我们啊我们生活在这个堕落这个充满的罪恶啊这个上帝是关心我们的啊上帝也知道啊我们的伤痛知道呢罪一直在挟制着我们啊罪呢在提醒着我们我们不过只是有限的人而已而上帝呢他补救的方法呢就是差派耶稣来到我们当中 啊就像那些得病的啊就像那些得病的啊被魔鬼捆绑的啊我们只要奔向耶稣 只有耶稣才能医治我们也因此呢上帝的啊出手了了而他的啊啊帮助补救的方法呢就是差派耶稣来 所以呢如果你记得上个里啊上一次在讲道的时候呢啊对耶稣来说啊那样子的日子呢是他很正常的一天啊他讲道啦 啊然后啊医治病人啦赶鬼啦这些对他来说是很正常的一天 然而对那些已经啊在啊当时经历啊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医治上帝的救世的时候 那绝对是不平凡的一天来的哦 今天早上呢今天晚上呢我们要继续的看下去的一个故事 但是在还没有看经文之前呢想给大家呢读一段一个作者所写的 关于祷告啊这里说了祷告不是为了预备我们行伟大的事奉 祷告本身就是那伟大的事奉 这个很重要啊啊这个这个作者呢他就说了啊 Prayer does not fit us for the greater work Prayer is the greater work 所以呢我们的祷告呢不是在预备我们做更大的事奉 祷告本身就是那伟大的事奉了了 那我想问弟兄姐妹啊耶稣呢既然已经开始在做传讲上国啊天国的道啊扩张神的国度 那我想问大家耶稣是如何扩张上帝的国度的呢 他是如何的持续不断的让啊上帝的国度呢继续的扩张呢啊 从啊上个礼拜上一次所看到的耶稣非凡的一天呢 我们看到啊耶稣呢在啊在那个会堂里呢做教导 然后呢赶鬼 然后呢他到了这个啊彼得的家啊怎么样子 医好了他的岳母 然后在他的家呢有很多人带了很多有病的啦 被鬼扶着呢就在他的家呢 啊耶稣做了这样子的医治啦赶鬼的工作 直到晚上很夜的时候啊 而这些都是在安息日的 所以耶稣服侍那些有需要的啊那些有伤痛的 直到夕阳西下夜上伤干 他在不断的服侍这些人 直到啊天真的是很夜了啊 但是呢怎么样子啊 啊耶稣还是有需要做他该做的事情 为了什么呢 为了让上帝的国度啊国度呢继续的前进 来抵挡二者黑暗的权势 所以我们接下来所要看的经文呢 会让我们看到耶稣呢 他怎么样子显示啊扩张上帝的国度的原则 或者是策略啊耶稣不是茫茫的啊 啊这边跑那边跑随便坐坐这里随便坐坐一些的东西 他是按着一些属天的策略呢 属天的战略呢属天的原则呢 来成就来扩张上帝的国度的 而这个战略呢在这当中呢 有三个层面 那三个层面呢 啊除了啊医治赶鬼 其中的一个层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啊其他的另外主要的因素什么呢 有祷告和传道传福音 没有这个祷告 没有这个宣讲福音的话 上帝的国度就停止不前了了 我再说一遍啊 没有祷告或者是没有这个宣讲福音的话 上帝的国度就停止不前了了 同样的在我们现今的这个21世纪 我们也是需要同样的战略来扩张神的国度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马可福音一章35到37节这么说 四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 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 在那里祷告 西门和同伴出去找他 找到了就对他说 众人都在找你 耶稣对他们说 让我们往别处去 到临近的乡村 我们也好在那里传道 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 于是他走遍全加利利 在他们的会堂讲道 并且赶鬼 有一个麻风病人来求耶稣 向他跪下说 你若肯 你能使我得洁净 耶稣动了慈心 就伸手摸他说 我肯 你洁净了吧 麻风病就立刻离开他 他就洁净了 耶稣严严地叮嘱他 立刻打发他走 对他说 你要注意 千万不可告诉任何人 只要去让祭司为你检查 又为你已经洁净 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祭物 作为证据 给众人看 那人出去 倒说许多的话 把这件事传扬开了 使耶稣不能再公开进城 只好留在外边旷野地方 人从各处都到他跟前来 在这里呢 有一个主要的思想 我想弟兄姐妹一起的来 看一看 就是在这些的经文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的生命呢 显示出呢 上帝的国度 是透过什么呢 祷告 透过宣告 和透过医治赶鬼呢 继续的前进着的 所以从这几段 几节经文里面呢 你看到的 就是这主要的一个思想 上帝的国度 要继续的前进 但是呢 是透过耶稣 他的生命中呢 你看到的是耶稣的祷告 而且他宣告神的话语 而且呢 靠着圣灵的能力呢 做医治赶鬼的工作 所以呢 上帝的国度的前进呢 是在这三个层面呢 继续要抓住的好 继续要不断的作者 而当我们坚持这样子做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看到 上帝的国度继续的前进了 也因此呢 这几段经文当中呢 我们有几个重点 有三个重点 所以呢 我们要看到的是 前进吧 上帝的国度 那怎么样子前进着呢 首先 上帝的国度呢 是接着祷告前进的 上帝的国度呢 是接着宣告前进的 上帝的国度呢 是接着 洁净前进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 到底怎么样子 让上帝的国度呢 继续的扩张 第一个呢 是讲到 要操练怎么样子的 来祷告着 所以我们看到的经文是什么呢 四日早晨 天未亮的时候 耶稣起来到旷野地区 在那里 祷告 西门和伙伴出去找他 找到了 就对他说 众人都在找你啊 虽然 我们知道 耶稣当天 前一天呢 服侍的很迟 医治了很多的病人 为着很多的人 敢轨着 直到 很夜的时候 然而 他却在 各天呢 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呢 他就起身了了 然后呢 他独自一人呢 离开彼得的家 到旷野里呢 与神独处 旷野 这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 让耶稣与天父团契的一个地方 也是一个呢 让耶稣呢 恢复他自己 修复他的 那个充电的一个地方来的 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在这本 马可福音当中呢 你可以看到 马可在这 福音里面呢 书里面记载着 三次耶稣的祷告 在这本马可福音书里面呢 马可记载着 三次呢 耶稣的祷告 而这三次都是 很关键的时刻哦 第一次 第一次的记录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 耶稣在他的事工的开始呢 怎么样子成形 是以怎么样子的形式 出现的 第二次呢 是看到呢 耶稣的祷告呢 是在福音里面的 来到 他的中间的时候 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当会众呢 强行要立耶稣为王的时候呢 耶稣是怎么样子 在那个时候 其实他祷告着 也行了很多的歧视 才会看到这些人 要这样子来做着 之后呢 是怎么样子 最后一次就是在 福音书的尾神 在克西玛尼园的时候呢 祈求天父 把那个杯给磨走 时间不允许我们各自的来看 但是呢 这三个 所提的这三个祷告呢 都是关键的时刻 而且呢 在这每一个关键的时刻里面呢 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点 什么共同点呢 就是每一个关键的时刻呢 都是在黑暗 在独处中 进行着的 当你读到这里 你看到这些 其实让我不禁的想到 主耶稣在旷野呢 和撒旦的对决 耶稣是在那个时候呢 战胜了魔鬼撒旦的 而在这段经文里面呢 我们看到的 在这里 耶稣透过祷告 与天父紧紧的 密切的团契中 他找到了力量 这是很宝贵的一个功课来的 值得我们 跟耶稣的 跟随着耶稣的榜样 一起的来学习着的 然而 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呢 却忽略了这一点 知道吗 弟兄姐妹 祷告 在耶稣的生命当中呢 是一个生活的方式来的 祷告是耶稣呢 亲近神 所用的一个管道来的 祷告也是 耶稣在忙碌的服事过后 他需要充电 他需要 从神而来的 那个帮助的时候呢 他就是透过祷告呢 再一次的重新得力 不要忘了 耶稣是神 但是 他在这世上 行走的时候 他也是 把自己 局限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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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身体中 所以呢 他靠的 不是他自己的力量 而是靠着 圣灵的工作 所以呢 耶稣 在 还没有 天亮的时候 就抓住了 那个机会 找时间来跟这位上帝亲近 而在这当中 与神相处 独处 而在这当中 得着从神而来的力量 所以弟兄姐妹 我这样子讲的时候 我不晓得你 对祷告 是否又有一个新的认识 很多时候 我们的祷告 只是停留在于 呼求带祷当中 为着这个 为着那个国家 为着教会 为着 弟兄姐妹 为着有需要来祷告 这 但是很少时候 我们没有想到的是 其实 更多过这些呢 是什么呢 祷告是一个管道 让我们来 与神 有这样子的一个相交 能够 能够 在祷告中 重新得力 也因此呢 耶稣 他 这样子的 知道这个祷告的 重要性 甚至牺牲了睡眠 在早早的时候 别人还没有起身的时候 天还没有亮出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到旷野里去 祷告了 而在这当中 我们看到三十六节 彼得和同伴呢 去找耶稣 显然的 群众呢 在天开始亮的时候呢 就回来了了 可能 有些的还带着有病的 就是要看到更多的神迹 奇事 而彼得在 彼得在三十七节 他所说的那句话 好像似乎是在责备耶稣的 怎么说呢 大家都在找你啊 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你不应该是在这个地方的 你应该是在群众那里 跟他们在一起 那是属于你的地方啊 耶稣 你怎么独自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 你快回去吧 你看耶稣 我们开始有粉丝了 如果我们用现金的话 开始有粉丝了 他们在追着你了 而且呢 我们的事工啊 刚刚起 有了起头了了 这不是你单独时间 祷告的时间哦 彼得的话 是不是跟我们 有很多的相似啊 不明白上帝的心意 和他国度是如何的降临 而因此呢 彼得的话语 好像似乎 在背后带着一些的责备 在责备着耶稣 他不应该独自的一个人 这样子来祷告着 弟兄姐妹 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啊 很多时候啊 我们看到了太多的需要 在我们的周边 或者看到了事工上的一些果效 我们没有继续的祷告 持续着寻求上帝的旨意 而在这当中呢 选择了在那个成功的地方呢 设立自己的国度 而在这当中建立自己的事工 其实服事神建立事工不是错的 关键是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而在这当中 彼得和他的同伴 似乎不明白上帝的旨意 他们有的是人的智慧 世界的那个智慧 来推断推理这事情 而在这当中 他们不明白了上帝的心意 到底是什么 当然将会有更多的医治 更多的赶鬼 当然当你传讲福音的时候 神迹奇事必定跟随着你 但是我们也要学习耶稣的样式 也要抽出时间来祷告 来亲近神来仰望神 祷告是不可或缺的 看到这个视频 想起两年前的事吗 记得希望与你有约 我不晓得弟兄姐妹记得吗 令我感动记忆最深刻的 最大型的一个 我们新加坡的华人教会 所办的一个外展 令我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不是那个人数有多少 而是怎么样子 新加坡的众教会 因为了这个希望与你有约的外展 大家都聚集在一起 祷告来寻求神 最后的一次祷告会 我不懂到底有多少个 教会参与 但是有将近一千个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 来寻求神 为着这个上帝的国度来祷告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而神却在当时抓住了教会的心 教会也在那个时候看到了要传福音 要上帝的国度在新加坡继续的扩张 没有祷告是不行的 也在那段期间 其实他们邀请了一位 一位讲员 在那个Momentum的那个日期五月的时候呢 怎么样子呢 有一个特别的讲座 讲到有关于祷告的 而抢的那位讲员呢 是个女子 她的名字叫做Suzette Hettings 她呢是帮助这个 那个叫做什么 非洲的那个宣教士叫做Rinhard Bonke 怎么样子呢 她的布道会都是有很多人信主 有很多神迹的 而这位Suzette Hettings呢 就是帮忙这个Rinhard Bonke 在做她的那个 那个什么布道会之前呢 的祷告的勇士 她是那个负责祷告的 而且呢 她的分享是什么呢 每次他们决定要到一个国家 某一个城市来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呢 Suzette Hetting她自己本身呢 就在两年前 比方说今年要办这个布道会 她两年之前就已经到新加坡来 开始筹备 以祷告来为着这个布道会而进行着 以各个的教会连接着 怎么样子的推动着这个祷告 为着这个国家 这个城市来祷告着 哇 两年的时间呢 哇 召集众教会一起的寻求神来祷告 难怪 这个Rinhard Bonke的那个布道会呢 我们看到 上帝的话语大大的兴旺起来 而有很多人在传讲话语之后呢 怎么样子 有神迹奇事伴随着啊 所以呢 他在做那个分享的时候 Suzette Hetting她讲到了就是 首先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呢 我们要建立这个祷告的祭坛 我相信弟兄姐妹对这个概念不陌生吧 如果你上过我们带的那个安德烈行动的话 你就会听到了这么一句话 这个祷告的地方呢 它不是一个地方来的 它是你与上帝沟通的地方 无论采取任何种形式 就是你和上帝之间建立一个沟通 那里就是你的祷告祭坛了 也可以是当你早上清晨的时候 洗澡的时候 在整个过程当中 那短短的五分钟 唱诗赞美神 而在这当中 你跟上帝沟通了 对Suzette Hetting来说 这个个人祭坛是 他必须触摸到上帝之处 然后才能去触摸人群 耶稣给了我们样式 他与父相交 爱父 然后他爱他周围的人 也因此 Suzette Hetting这么说 我爱上帝 这样我就能爱 我所爱的人 我与神在一起的个人时间 不仅仅是带导或祈求东西 我首要和最大的责任 就是要爱上帝 所以在我刚才读到那段经文 马可福音二章三十五节的时候 各天清晨天还未亮的时候 耶稣就到旷野去 我们就看到那么短短的 那么一段经文 耶稣去旷野 在天还未亮的时候 就去祷告 我想那个祷告的时间 不是五分钟 不是半个小时 我想肯定是好几个小时 其实有时候 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在思想 耶稣你到底是怎么样 只在祷告着的 是不是用那个ACTS的 那个方式来祷告 还是怎么样子 但是呢 今天我们在看这个 Susate Hattie所讲的呢 什么呢 那个首要的最大的责任呢 就是要来爱上帝 与上帝有这样子的接触 所以最终他说了 在我们成为牧师或领袖之前 我们是被呼召成为爱上帝的那一个 难怪耶稣的事工 是多么的成功 无论他走到哪里 病得医治 很成功的赶鬼 魔鬼 邪灵看到他都害怕的叫喊起来 耶稣的祷告 就是他生活的一个方式来的 弟兄姐妹 在这里 我想提醒大家 也想问问大家 也问问我自己 你的祷告生活 我的祷告生活 是怎么样子的 我们继续看下去 一章38 39节这么说 耶稣对他们说 让我们往别处去 到邻近的乡村 我也好在那里传道 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 于是他走遍全加利利 在他们的会堂传道 并且赶鬼 就像以往一样 耶稣的回答 是很令人惊讶的 他不要回到那些 在找他的群众那里 反而他说 让我们前进 往别处去 到邻近的乡村 我好在那里传道 因为我是为这事 出来的 在彼得家的群众 他们来 就是为了要见证 更多的神迹 他们很显然的 就是要看到 更多的神迹奇事 然而认罪悔改 幸福音 好像不是他们属灵的追求 就像我们今天 他们爱的 是耶稣 所行的神迹 而且他们所爱的 是符合他们计划里面的 那位耶稣 所以这里的群众 甚至连耶稣的门徒 他们都还不明白 为何耶稣来到这世上 所以很惊讶的 耶稣选择了 怎么样子 往别处去 而不是回到 回到哪里 那些群众已经聚集在 彼得的家的那些人身上 弟兄姐妹 这是很不符合逻辑的 如果在宣经的21世纪 如果我去宣教的话 而在当中上帝大大的工作之后 我看到怎么样子 邪灵被赶走了 有人得着医治了 肯定大家跟着我一起的团队 都会说什么 哇 这个太棒了 神在这里大大的运行 哇 很好啊 那我们肯定为什么呢 筹划着 怎么样子 继继续扩展神的国度 在这个地方当中 对不对 让更多人来信主 得到多么好的时空 然而 耶稣的想法不是这样子的 耶稣的想法是 还有更多的人没有听到 那我要去那里传道 因为呢 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 他的形式跟我所想的 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 而且耶稣也知道人的心 所以呢 那些聚集在 这个彼得家的那些会中呢 他们肯定是要来看神迹奇事的 但是他们不一定就是要来找耶稣的 他们所要看到的耶稣是那位行神迹的耶稣 他们想要看到的那位耶稣是按照他们计划里面的那个耶稣 来满足他们的需要的那位耶稣 但是他们可能还不明白什么是认罪悔感 耶稣来到这世上的目的 甚至他们也没有怎么样子的去思考 这也包括当时的门徒 然而耶稣自己清楚的知道 他来就是要宣讲救恩的信息 而这个救恩的信息呢 是关乎他自己 他讲的就是他自己 耶稣本身他就是那个福音 然而可悲的是群众呢 却与他错失交臂 因为他们的焦点错了了 你知道吗 弟兄姐妹 上帝只有一个儿子 然而他却差遣这个儿子呢 成为传道人 所以我们作为牧师与神同工的 我们应该也同样的接力 来以正义讲解神的话语 教会没有好好地来传讲神的话语的话 教会是不会成长的 所以基督教的信仰 他的本质就是什么呢 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 耶稣走遍了整个加利利 怎么样子呢 就是去传讲福音 就是去传讲福音并且赶鬼 要如何的 要如何的继续的前进 透过祷告 透过传讲神的话语 不论你在何时 在何地 只要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 连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去传讲神的福音 不但是这样子 神的国度呢 是接着洁净而浅净的 耶稣在这个路上服侍的时候呢 他遇见了一个患了麻风病的人 而这个与这个麻风病的这个接触呢 其实他的这个接触呢 是一个很令人深思的一个事情来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患麻风病的人呢 在耶稣的时代 那时的社会 那时的文化呢 这些患麻风病的人 他们是流浪者来的 这个犹太人的律法呢 判定他们为不洁净 患病者呢 都被认为呢 是什么呢 被上帝所咒诅的 所以呢 患麻风病人呢 他们需要与 比其他的人呢 保持50步的距离哦 好像我们现在哦 因着这个新冠病毒哦 我们要有这个安全的距离 对不对 一米的安全的距离 当时麻风病的患者呢 他也要跟其他人呢 有保持着50步的距离哦 也因此 当我们读接下来的经文的时候呢 第四十节你看到 把他跑上来 来祈求耶稣的时候 他这么 跟耶稣这么近的距离呢 是很难想象得到的一件事情 因为当时的文化 不允许他这样子做哦 这个麻风病 在圣经里面呢 他讲的是 好几种的什么呢 皮肤病来的 而且呢 每一个皮肤病呢 都是很难诊断和医治的 所以呢 患有麻风病的人呢 是时常被人取笑 而且呢 是被人躲避的哦 看到他就躲得远远的 他们穿的是破衣服 不修蝙蝠 时常以守遮脸 还且呢 还要大声的叫喊什么呢 不洁净 不洁净 使到他在叫喊的时候呢 人不会靠近他 所以呢 他们被迫与世隔离 因此有一位历史家 他叫做Josephus 他说了 他们与一具尸体呢 是没有分别的 就像是行尸走肉吧 如果你读旧约圣经的话 你会发现在立位纪 十三十四节中呢 有说到这个疾病 一般呢 这个疾病呢 是被人认为呢 如果这个人患上这个疾病呢 是上天的惩罚 在他的生命当中 也因此呢 只有上帝才能医治这种病 奇怪的是 其他的疾病呢 你只需要得到医治就可以了了 但是麻风病呢 却需要呢 医治肯定的 但是呢 麻风病也需要被洁净 所以呢 无需多说 除了耶稣之外呢 圣经里面没有别人 可以像耶稣一样呢 以触摸的方式呢 来触摸患者 而使到他得着医治 一位神学博士呢 他这么的说 当你啊 读立位纪十三章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这个疾病呢 就是罪的一个写照来的 像罪一样呢 麻风病呢 深入人的皮肤里面 麻风病可以蔓延 麻风病可以玷污 而且使人隔绝 最终他只有以火来消灭他 也因此呢 这位教授说什么呢 任何人在属灵上 不接受耶稣的话呢 他比这个皮肤病呢 还要糟糕 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 有一个麻风病人来求耶稣 向他下跪说 你若肯 你能使我洁净 耶稣动了 就伸手摸他说 我肯 你洁净了 把麻风病 立刻离开他 他就洁净了了 所以呢 我们看到 这个患者呢 来到耶稣呢 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事情来的 他违反了 当时社会所有的习俗 在面对绝望的时候呢 他相信只有耶稣 可以医治他 使他洁净 所以呢 他来到耶稣跟前呢 他跪下 祈求说 你若肯 你能使我洁净 弟兄姐妹 看到吗 看到他的信心吗 他说的话 你听到吗 那个关键不是 耶稣能不能医治他 他的关键是什么呢 耶稣肯不肯医治他 这个人 他是带着巨大的勇气 极大的谦卑 和极大的信心 来到耶稣的面前的 他知道耶稣 肯定能够医治的 所以根本不是一个 能不能医治的问题 关键是在于 这位耶稣 他肯不肯来医治他 所以呢 他带着勇气 勇气突破人为 违反了当时 社会的规定 跑到耶稣的面前 怎么样子呢 跪下来 谦卑自己 相信耶稣能够做的 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你跟我也要 同样跟这个人学习 我们都是 在还没信主之前 充满罪 有病的罪人 我们也需要耶稣 来到他的面前 祈求他的 捷径 他的饶缩 所以他 带着信心 相信 耶稣是唯一能够 改变他的生命 使他完全的 一个人 所以 他就是这样子的 来到了耶稣的面前 违反了种种的 鼓起勇气 带着信心 谦卑自己 跪在耶稣的面前 你若肯的话 接近我吧 这个已经是挺令人惊讶的举动了 如果有人看到的话 肯定当时很多人很差 很诧异的站在那里 瞪着这个人 你在干嘛 但是 更令人惊讶的是什么呢 耶稣 乐意的 使这不洁净的 得经 如果你认为 这个麻风病人 跑到耶稣面前 跪着跟耶稣 这么的近距离来说 是一个 很稀奇的事情 那 现在 更加令人 当时的人惊讶的是 这位耶稣啊 他 甘心乐意的 要来接近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 耶稣动了 持心了 然后呢 怎么样子 他呢 伸出了手 去触摸了 这个 患有麻风病 感染力很强的 病菌的一个 然后呢 来接近他 就如以赛亚书 53章 世节那么说 那受苦难的仆人 这个是谁啊 耶稣啊 单单了我们的忧患 背负了我们的痛苦 捷径这个人 使他得以完全 耶稣的行动 比他所说的 更加的有果效啊 他以行动来证明 他是乐意的 然而跟一般的人 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的主耶稣 不会被麻风病的 病毒感染 相反的 那个患有麻风病的呢 却被神的儿子 圣洁的儿子 带着恩典的手 触摸了他 而被洁净了了 弟兄姐妹 你们说阿们吗 麻风病毒对耶稣 根本没有什么功效来的 一般的人可能会被感染 但是在圣洁公义 满有恩典的主耶稣 神的仆人的面前 这个患有麻风病的人 被洁净了了 哈利路亚 阿们 四十三节 耶稣炎炎地叮嘱他 立刻打发他走 对他说 你要注意 千万不可告诉任何人 只要去 让祭司为你检查 又因为你已经捷径 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祭物 作为证据给众人看 所以按着立位记十四章 耶稣差遣这个人 到祭司那里 让祭司按着洁净的礼仪 来洁净他 而然而 耶稣的这般祖父 是按着圣经的话 所以就是这样子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什么呢 耶稣什么样子呢 在这段经文说什么呢 严严地警告这个人 告诉这个人 叮嘱着这个人 让他什么呢 不要告诉任何人 而且立刻的打发他走 他吩咐这个人 要守口如瓶 不可告诉任何人 刚刚所发生的事情来的 那我想问大家 为什么耶稣这样子做呢 想过吗 为什么耶稣告诉这个人呢 不可千万不可告诉任何人 我想耶稣要的 不是群众来跑着追他 他想要的不是群众来寻求神迹 可以耶稣要的是人人来寻求他 你知道吗 我们人是很容易被外表的官环所诱惑的 超自然的 有神迹奇事的 大家就往那边跑去看看热闹到底是什么 而耶稣他更下愿意看到的是什么呢 有可慕真理的 有愿意真心的来认识他的 来跟随着他 而不是来利用他 得到他们自己想要得到的 所以呢 耶稣的心意才会是这样子 他不愿意 那些来跟着的 就是为了来利用他 来达到他们自己个人想要看到 满足他们自己的私欲而已 他要的 那些来跟着他的 是真心真意可慕真理 要来认识他的 所以耶稣就这样子吩咐了这个人 而这个人出去呢 道说许多的话 把这件事情传扬开了 使耶稣不能再公开的进城 只好留在外边旷野地方 人从各处都到他跟前来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 这个人被医治好的 有没有听耶稣的话 没有啊 他出去就说许多话 说到怎么样子 耶稣医治了他的话语 但是他却违背了耶稣给他的祖父 对他的热情 我希望我们可以了解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不可以藐视他 完全不理会 耶稣给他的祖父 因为他的这个行动呢 是有后果的 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而他到处传讲 这件事情把这件事情传开了 以至呢 他所带到了一个不好的后果 怎么样子后果呢 以至耶稣呢 现在他们 他不能公开的进城了了 他只好呢 留在外边的旷野地 然而 还是有人从各处都到他的跟前来 所以呢 啊 很讽刺性的呢 我们看到 怎么样子的一个讽刺性呢 本来那个人是患有病的 怎么样子呢 得到医治了 现在呢 他可以 什么样子呢 回到了他的家人和朋友和那里 跟他们一起团聚 跟他们一起吃饭 而这个人呢 却恰好的跟耶稣掉对了位置了 对掉了位置了 怎么样子呢 反而现在的耶稣 他不能够公开的进去那个城里面了 他只能单独的一个人 在旷野当中 待着啊 虽然外面有人 还是有人来找他 但是耶稣现在反而是那位呢 不能够公开进城的那位 他的位置好像似乎跟这个 患麻风病被医好的人 有这样子的一个调转了了 麻风病的人就这样子的呢 跟家人朋友 吃吃喝喝 开开心心的团聚在一起 而耶稣 却这样子的呢 独自的一个人 留在旷野中 弟兄姐妹 听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其实我在这样子解释 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是 我也是同时在告诉你 其实福音 传福音 讲福音的 他的重点 他的中心点 他的心意 福音的心意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取代对换的意思 怎么讲呢 耶稣降临到我们当中 就是为了做这个取代 这个替换的工作 以赛亚书53章说了 怎么样子 耶稣取代了我们的罪 取代了我们的悲伤 取代了我们的羞愧 而怎么样子呢 他拿了我们的那个 但是他也给了我们什么呢 他回馈我们的是他的饶恕 他的圣洁和他的公义 弟兄姐妹 这是何等的一个交换来的 也因此 弟兄姐妹 这是福音的重点 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 在十字架面前 当我们前面自己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的羞愧 把我们的病痛 把我们的懂种的不好的 交托给神 而耶稣取了他之后呢 给我们的是他的医治 他的饶恕 他的圣洁和他的公义 这是何等的一位神 我们的赦免是完全因为 耶稣自己 他流出的宝血 洁净了我们 赦免了我们 也因着我们得到上帝的赦免 上帝也要我们学习 怎么样子的来饶恕赦免别人 也因此有一个讲员 这么样子的说 饶恕他人 就是使他从最监狱里得自由 并且呢 发现那困在牢里的呢 是我自己来的 如果我不愿意饶恕的话 那我就是真的那位 被捆在牢里的 所以我们的饶恕 是因为上帝饶恕了我们 我们继续看耶稣的生命好不好 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了耶稣本来 在彼得的家对不对 是在加百能这里 然后怎么样子这里这里 这个点 然后呢怎么样子呢 他得了行了医治对不对 然后很多人要跑来 在晚上早上的时候 他就去了全走变全加利利这个地方 在会堂里面讲道了等等之后 现在呢 接下来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二章呢 耶稣又回到了这个加百能这个地方 过了些日子 耶稣又进了加百能 人听说他在屋里 于是许多人聚集 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 耶稣就对他们讲道 有人带着一个贪子来见耶稣 是由四个人抬来的 因为人多 无法抬到耶稣跟前 就把他所在的 所在那房子的屋顶拆了 既拆通了 就把贪子连所躺卧的路子 都坠下去 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 就对贪子说 孩子 你的罪是你的罪是了 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 心里议论 这人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说亵渎的话了 除了上帝一位之外 谁能赦罪呢 耶稣心中立刻知道 他们心里这样议论 就说 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 对贪子说 你的罪赦免了 或说起来 拿你的路子行走 哪一样容易呢 但要知道 让你们知道 人子在地上 有赦罪的权柄 就对贪子说 我吩咐你 起来 拿你的路子 回家去吧 那人就起来 立刻拿着路子 当着众人面前 出去了 以致众人都惊奇 归荣耀给上帝 说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这样的事 在这短短的十二节当中 有一个主要的思想 讲的是什么呢 耶稣所行的神迹 他的医治 显明了 他的神性和权柄 透过这短短的十二段经节 十二个经节 我们看到 耶稣所做的这个神迹 这个医治 他这个表明了 耶稣就是神 而且他有这个权柄 他不是一般般的 其他的敬畏神的人而已 或者先知而已 他是带着权柄 他就是神本身 而在这一些的 这个过程当中 耶稣就是这样子的来显明了 所以呢 耶稣行神迹的意义 对这些宗教领袖来说 耶稣的这个举动 对他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对那些聚集的群众来说 当他们看到耶稣 行了这样子的神迹的时候 对这些人又是什么意义呢 而对这些贪子和他们的朋友 他的四个朋友来说 耶稣行的这样子的事情 对他们来说 又是怎么样子的意义呢 这就是我们要快快的看过的 这十二个经文里面所说的 所以首先呢 我快快的提醒大家 这个背景好不好 其实如果你看 三本福音书的话 马可福音 马太福音 还有路加福音 他们都有记载着这个故事 而且呢 故事都是大同小异 说到了耶稣呢 回到了这个 加百农 然后呢 在家里 然后呢 有人就说了 耶稣回来了 所以呢 会终于开始聚集在他的家 来听他讲道 而他的家呢 他就真正的 具满了好多好多的人哦 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的记载的话呢 你会看到什么呢 路加福音 五章十七节这么说 有一天 有一天耶稣教导人 有法利塞人和律法教师在旁边坐着 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 犹太和耶路撒冷来的 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 使他能治好病人 这是路加福音十七章 所以可见呢 来到耶稣的家来听他做教导的呢 不只是平常的老百姓而已哦 来到他当中的 还有许多是从什么呢 各个地方在加利利的村落啦 在耶路撒冷啦 和犹太的这些的地方呢 律法老师和法利塞人 都来听听耶稣所讲的 可见耶稣的名声 已经开始走遍整个 以色列的地方了啦 所以这些法利塞人 这些律法教师呢 他们来查查看耶稣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也因此呢 在这个时候 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 有四个人 带着一个摊子 这样子呢 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们啊 因为人多 不能够进入到耶稣那里 怎么样子啊 最终没有办法 就爬到屋顶上 怎么样子呢 掀开那个屋顶 然后呢 用路子呢 把那个人放下去 直接到耶稣的面前 就像屏幕上 你看的那幅童话一样 而耶稣看到了 他们的信心的行动 耶稣说啦 孩子你的罪得赦了 当我们把故事讲到这里的时候呢 弟兄姐妹你要知道 来到这里呢 我们就看到了 文士法利塞人 开始质问耶稣 他到底是谁 而因着耶稣所说的话呢 这些文士 这些法利塞人呢 他们被冒犯了 而耶稣 知道他们的思想 辨别他们的思想的时候 耶稣就问他们了 为什么你们 心里有这样子的疑问 耶稣就问他们了 怎么样子 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子议论呢 于是耶稣对摊子说 你的罪赦免了 或对摊子说 你的罪赦免了 或说起来 拿你的路子行走 哪一样才是容易的呢 直到现在 还有很多的 神学老师在争辩着这个问题 耶稣说了这句话之后呢 那个摊子呢 就是什么呢 拿起路子走了起来 而当时的群众呢 就开始惊奇惊讶 开始赞美上帝 所以呢我们看到了 这是耶稣呢 第一次呢 面对着这些文人 法利赛人 文士 律法老师 有个正面的冲突 而这些人呢 开始心里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所以对这些宗教领袖来说 耶稣的这个启动呢 到底 对他们有怎么样子的意义呢 其实他们是被冒犯了 他们你看到第七节他说了 这人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说 亵渎的话了 除了上帝意味之外 谁能赦罪呢 所以 这个争议的重点就在于 耶稣对那个人说 他的罪得赦免了 法利赛人和这个律法的老师呢 他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 他们是很震惊的 而且呢 也很生气 为什么呢 因为 他们相信 只有一位神 耶稣在这样子说的时候 他在亵渎上帝 他对上帝不尊敬 为什么不尊敬上帝呢 他所说的那句话呢 就表明了 耶稣 就是上帝啊 因为只有上帝 你看这种情况 只有上帝能够赦免罪 而耶稣说 你的罪得赦免了了 所以当耶稣这样子说的时候 那些文人 法利赛人 他们生气了 因为呢 只有上帝这样子说 如果耶稣这样子说 那不是等于说 耶稣自己本身 他就是上帝咯 为什么这个人这样子说话的呢 哇 你知道吗 弟兄姐妹 其实他们的想法是对的 只有上帝 才能够赦免 人的罪 所以呢 当耶稣这样子讲的时候 这些宗教的领袖呢 他们知道 这个人 耶稣 他不只是在行神迹 他也在表明着 他是宇宙万物的 那个主宰者 也因此 他们生气了 第八第九节 耶稣心中立刻知道 他们的想法 就这样子的议论着 刚才我读了 就不读这段经文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在回应他们 其实他们没有讲出来 他们心里想着而已 耶稣就知道第八节 心中知道 他们的心思 心想这样子的事情 看到吗 第八节 弟兄姐妹 第八节 这段前面的这段经文 是很奇妙的一段经文来的 为什么呢 你跟我说话 我不会明白 你的心思意念是什么的 除非你讲出来 让我只能猜何以来 但是也只有神 只有耶稣 能够知道 他们还没有开口 说出来 心里在想些什么东西 耶稣就已经知道了 而且耶稣就即刻的 对他们说 你们心里 为什么这样子议论呢 第八节 是很奇妙的一段经文来的 哇 耶稣能够知道 人的心思意念 想些些什么东西 而这里他就显示出了 他明白 他知道 他就是那位上帝 所以他问这个问题 哪一个比较容易呢 说你的罪得赦免 还是拿起你的路子行踪 所以从表面上看来呢 好像似乎呢 要医治 医治比这个赦罪比较容易 对不对 表面上看来 然而 耶稣 同时也在 说什么呢 朋友们 要看到这个 罪得赦免 是很难想象得到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 我不只是一个行神机的 我是那位救赎主 任何一个行神机的呢 他可以说 拿起你的路子来行走 但是只有那位世界的救主 才能够说你的罪得赦免 所以 耶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呢 他在表明他的身份 而在表明他的身份的当中呢 他也是为他自己以后 要走上十字架 来铺开这个道路 也因此 他知道 这些宗教人士的心中的想法 而他开始 让这些人知道他的身份的时候呢 他知道最终 这些人会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呢 耶稣在这时候呢 他是在做一个决定 一个无法回头的一个决定来的 这个决定呢 会影响到最后他的死亡 所以 耶稣踏出了这个第一步 来显明他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呢 他是为着我们的赦罪 来付出了这个 第一个的这个代价 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耶稣 他选择来成就上帝的旨意 明白吗 弟兄姐妹 第二个 那对众人来说呢 这些人 第十二节的下半段 众人都感到惊奇 归荣耀给神 很多人呢 绝大多数人都是被超自然的东西所引起了 无论是好奇心也好 还是有真正的需要也好 只要有超自然的事情 都会信到很多的人 同样的 这群众聚集在一起来 听耶稣看耶稣行神经呢 也没有什么差别 是否他们是真心的寻求耶稣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 这个呢 很难的表明出来 然而呢 有一位作家呢 他们就这样子说了 从这段经文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会众呢 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哦 在那个那些众多的会众当中 有一些是那些 专业的法律赛人和律法的导师来的 这些都是当时有影响力在以色列社会呢 有头有脸的人物来的 而除了这些人之外呢 当中就是一些的 以色列的老百姓坐在当中 而这些人当中呢 他们的想法又会是怎么样子 他们来看耶稣是为了看神迹奇事吗 是为了真心来寻求耶稣吗 而这个讲运就说了 其实这个画面呢 不禁的让他想起 想起什么呢 在哪里呢 在旧约时后呢 也有同样的类似一个故事 怎么样子的一个故事呢 记得在《猎王纪》上18章的时候呢 这个以利亚先知 在面对着拜偶像巴黎的那些950个祭司 还有呢 以色列的百姓围着在观看的时候 那个山叫做猫卡妙 那个中文我忘了 那个时候呢 就是巴黎950个祭司 跟耶和华的先知以利亚 950对一的一个对比 而当时的那个以色列百姓 就是坐在那里观看 到底谁才是那个真正的那位神 这个经文呢 马可福音第二章呢 就让这个作者 想起了同样的那件事情 在这个以利亚的生命上 所发生的 当时 谁才是真的真神 那位 听从呼求着 有火从天降下来 来燃烧着那个献祭的 就是那位真神 而最终我们看到 以利亚的神 就是那么一位 而最后以色列百姓就跟随了耶稣 跟随了这个 这个 约和华神 而同样的在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看到 耶稣这样子的一个作为 使到以色列百姓 现在在心中的取决什么呢 到底上帝是怎么样子的 要怎么样子来跟随他 而在这当中 这些文人 这些法利塞人 他们所代表的 不是那个 真正上帝的样式 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子的 哇 弟兄姐妹 他们会做出怎么样子的选择呢 不要学习以色列百姓那样子 三心两意 同样的 耶稣医治了那个瘫痪的 来饶恕他的罪 显示出了他就是神 而当时的百姓 他们的回应只是 他们很惊奇 然后呢 他们就赞美神 但是不一定 他们这样子说 就是他们明白 耶稣的举动的意义 最后一个呢 对那个瘫痪和他的朋友来说 什么样子呢 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 就对瘫痪说什么 孩子 你的罪 射了 看到吗 他用这个孩子 这个字 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 称呼来的 可见 耶稣的心呢 像着这个呢 是一个 为父的心 是蛮有慈悲 灵敏的一个心来的 耶稣看到的 这个瘫痪和他朋友 他们显示出的 就是一个信心来的 在这个故事里面呢 我们又看到了 另外一个对比 什么对比呢 这瘫痪和他四个朋友的信心 相对着 整屋子的以色列百姓 他们的不信和怀疑 还有那些宗教领袖的不信 这个就成了一个很大的对比 宗教领袖来评估耶稣 他是否是真实的 但是这个瘫痪和他的朋友 却跑来耶稣 跟前 寻求耶稣的帮助 而在这当中 他们的信心 使他们看到 只有这位耶稣 能够做那人手 所不能够做的工作 所以在这些人当中呢 我们看到了 极大的信心 这是我们现在 教会所需要的 我想问问弟兄姐妹啊 你是否跟另外的三个人 曾经抬过一个路子 上面有一个人 然后呢 抬着这个呢 在街大街上这样子的跑着 你做过这样子的事情吗 我想我的生命当中 只有在当兵的时候 受训的时候 曾经抬过 伪装成有病的士兵 我的同样的那个 当兵的那个朋友 抬着他跑 很假辣的 No joke的 是苦力来的 但是呢 信心呢 就是怎么样子呢 在这位几位朋友的心里面 动工 以致他们不怕这个苦工 他们呢 这个信心呢 抬着这个 瘫痪的朋友 跑到在大街上 到耶稣那里 然后爬到楼梯 到最后的 把那个屋顶掀开 虽然这些都是苦力 然而 对这些人来说 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甚至他们都没有想到 要问这个屋子的主人 征求他的同意 他们就把那个屋顶 给掀开了了 他们为了上帝的旨意 做他们该做的事情 也不会因着他们随之而来的 骚动呢 而感觉排行 也因此 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的 这个人 这组人是什么呢 他们没有受到 当时的现状 而受到任何的限制 相反的 他们凭着信心 做他们该做的事情 也因此 他们对耶稣的信心呢 在当时的一个 不幸的一个黑暗的时刻呢 显得分外的明亮 也因此 弟兄姐妹 最后最后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在这个 这组人的当中呢 什么是他们最深刻的需要呢 你想想一下好不好 想象你是自己是那位贪子 或者是那个台路子的 其中的一位 当你千辛万苦的 把屋顶掀开 把这个摊子放下去的时候呢 耶稣看着你们 跟你们说说 你的罪得圣民 你会有什么反应呢 想一下 可能你会说 抱歉哦 耶稣啊 我想哦 我是要来找你要来能够走路的 你说这个干嘛 从表面看起来 耶稣好像他所说的呢 跟贪子的需要是毫无相连的 贪子的需要是能够走路 而耶稣却跟他说 你的罪得圣民了了 耶稣是不是啊 没有看到他的需要吗 那如果有的话 为什么耶稣会这么的说呢 我想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在跟着摊子的说 我理解你的问题 我看到你的难处 我会处理的 但是呢 首先你要理解 你我们的人生的生命中 最大的问题呢 不是你的苦难 而是罪的问题哦 所以你来 求我医治你的瘫痪 你只是 解决表面上的问题而已 你没有更深刻的 明白你的需要 来深刻的解决你的需要 你低估了 你最深刻心理的需要 也因此呢 在这段经文中呢 我看过 你看看屏幕上的这位讲员 他叫做Timothy Keller 他曾经在一本书中呢 谈论到这个 这段经文的时候呢 他怎么样子 把这个贪子的医治 把这个赦罪的功能 上帝的赦罪 这几点呢 连在一起 我读了他所写的呢 我心里 非常的感恩 他把这个贪子的 这个医治 把这个赦罪的恩典 和耶稣最终 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三点呢 连接在一起 而这个连接点是什么呢 是我们最深刻的需要 对于那个贪瘫的男子呢 他最深刻的需要是什么呢 当然是能够走起路来 而且他的这些朋友呢 他们凭着信心呢 掀开屋顶 把他醉下呢 就是希望耶稣 能够治好他的贪瘫 可以让他行走起来 但是耶稣 他更加的了解 单单 解决他 身体上的这个医治 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 在他的生命中 可能这个贪子会认为 当他能够走的时候 他将会是天底下 最开心的一个人 而且他将会 永远开心的活下去 然而 现实的生活告诉我们 一个月后 两个月后 他可能不会高兴了 所以耶稣说 你的罪得赦免的时候 耶稣是认识到 他最深刻的需要 不是一个 首先不是一个 肉体上的医治 而是一个罪得赦免 而只有耶稣上帝 能够做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在领受这个设罪的时候 这个人可以跟上帝建立一个关系 也只有耶稣 也只有上帝 能够满足我们 心中最深刻的需要 所以弟兄姐妹 无论我们心中 所可想最深刻的是什么 是像这个贪子一样 他得到医治 或者你最深刻 现在的需要是一个工作 被老板认可 升职 或者找到一个终身的伴侣 等等之类的需要 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这些本身不能满足你 心中最深刻的需要 只有耶稣自己本身 能够这样子的做 也因此 耶稣的回应是 你的罪得赦免 他要的不只是 这个人能够行走起来 更真的是在赦免他的罪之后 他能够与上帝建立一个 亲密的关系 而在这当中 这个关系能够满足他们 心里最最深刻的需要 确实是如此 对不对 他能够走 刚开始肯定 第一个星期 感谢神 感谢神太好了 但是三个月下去 生活的挑战 肯定所带来的压力 会让他失去 当初的那个喜乐 因为身体的医治本身 不能够满足他 心里面所需要的 也因此 弟兄姐妹 我想问问你 问问我自己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最深刻的需要是什么 我想告诉你 耶稣才是那个能够满足我们的 不但是这样子 我们看到那个摊子和他的朋友 所展现出的是极大的信心 而因着他们的信心 在整个房间里面 整个充满着不幸的一个环境当中 他们所显示出的信心 就像是在黑暗中的那小小的亮光 闪闪发亮 也因此弟兄姐妹 好不好 我鼓励大家 在今天晚上我们结束的时候 在我们看到耶稣的生命 是这样子的时候 在看到这些 这个摊子和他的朋友 对耶稣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情的时候 好不好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一起的来 靠着信心来为神而活着 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个基督徒的旅程呢 我们都是由信心开始的 当我们听到福音 我们回应福音的时候 我们是带着信心开始的 上帝的期望是我们 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呢 我们继续操练这个信心 而我们要如何生活呢 应该是按照 耶稣向我们所说的话 而不是我们自己想要 怎么止去过活 而来过活 现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在我们物落福音堂 这个大家庭当中 求你兴起你的宝座 继续的让你的国度扩张 在我们的这个大家庭里面 主啊我们深远看到 主啊你的国度继续的扩张 在我们当中 总使这个疫情 有种种的不变 主啊你让你自己的旨意 彰显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彰显在众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 让我们真正的能够 主啊经历你的恩典 见证你的能力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主啊让我们学习 那个贪子的朋友 这样子带着信心 来为你而活着 谢谢你耶稣 求你来医治我们当中 如果有任何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当中身体不舒服 主啊有身体不好 无论是身心灵是怎么样子 主啊求你的医治 临到我们当中来 因为我们仰望的是你 我们知道你就是永活的真神 谢谢你耶稣 我们这样子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Amen 谢谢你